第十集 胖子指着莫特的鼻子大骂之后 说出了原委 莫特多年前 就想在中面边界的位置上 找个能储存毒品的山洞当仓库 可一直没有合适 不是山洞的位置太明显 就是距离太远 要不就是山洞的体积太小 存不了多少货 五年前 一次机缘巧合 莫特救了一个 不慎跌落山崖的苗人 作为答谢 苗人康复之后 带他到了这儿来 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莫特吓得心惊胆寒 不过马上就对山洞有了兴趣 这简直就是藏毒的最佳地点 瀑布里的山洞 千百年都没有被人发现 如果有人误他误撞进来 也会被沿途的无头干尸 吓个半死 就算是有胆大的 没有法门也进不了大殿 教了如何进大殿的法门之后 那个苗人又对莫特千叮万筑 大殿的人头塔和干尸 千万不能乱动 否则会引来恶鬼索命 得了这个宝地的莫特 就开始疯狂的存货 准备干一条大的 然后就金盆洗手 没想到存货存了五年都没事 一开始出货就到大美了 按照苗人交代 莫特没敢动山洞里的干尸 就算是用于藏毒的 大殿暗室里的干尸 他都没有碰过 几个月之前 胖子装作买家 得到了莫特的信任 胖子乍成要一次买断 莫特的损活 前提是亲自到藏毒地点验货 莫特正求之不得 有这样的大买家呢 做完这笔买卖 自己就可以到加勒比海 买个小岛 享受后半生 这头脑一发热 他可就把胖子带到这儿来 一路上还算顺利 除了这死胖子 偶尔发发有钱人的牢骚 骂骂衔接之外 也没遇到什么情况 直到他们进了藏毒的暗室 刚开始 胖子还假模假样地验了烟火 胡说八道几句之后 莫特就把他当成了知己 甚至许诺 做完这一票 就把这个山洞让给他 原本胖子只要找到藏毒地点 就算完成任务 可就在离开暗室的时候 出了状况 暗室的四角 供奉着四举干尸 莫特来过多次 对这四举干尸的恐惧早就麻木了 只是有当初的苗人警告 莫特不敢善动 胖子和莫特正要离开暗室 突然四个角落里 各自亮起了一团绿光 随即响起一阵嘎巴嘎巴的声音 胖子可看得清楚 原本盘腿坐在对面 如同老僧入定的那个干尸 慢慢就站了起来 动作虽然缓慢僵硬 意图却是十分的明显 一名站在墙角的麻仔 还没反应过来 被身后的干尸一把搂住 麻仔打惊之下回头 干尸顺势就咬住了麻仔的嘴唇 那干尸的腮棒子来回补动 对麻仔来了一次激烈的蛇门 麻仔激烈的反抗 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干尸的四肢紧紧地环抱着 胖子就见麻仔的身体迅速干瘤 只过了十几秒钟 就成了一具皮包骨的骨架子 再看干尸的皮肉 反而有了血色 事情就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等众人明白过来 那个麻仔已经弃绝身亡 莫特机器手下大害之下 举枪对着干尸就搂动了扳机 子弹打在干尸的身上 没有任何效果 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面前 这个怪物上 没防备角落里 还有三个蠢蠢欲动的干尸 已经争承过 刚开了几枪 剩余的干尸也站了起来 几乎同时抓住了附近的麻仔 对准他们的嘴 来了一个长领 眼见着那三个挣扎抽搐的频率 越来越慢 直至没了生命的迹象 当时胖子浑身的寒毛都竖起来 看着被干尸挡住的出口 把心一横 一把抢过身边麻仔的AK47 对着隔开打点的墙壁 就自己缩了 莫特也反应过来 吊转枪口打向胖子射击的位置 枪声停止 胖子大喝一声 双手五头后退几步 对着被子弹打过的墙壁猛撞过去 胖子将近三百斤的体重 直接就把这墙给撞塌了 莫特和几名麻仔 脱了胖子的符 连滚带爬就这么跑了出来 老王听完了胖子的叙述 紧锁眉头 看着前方倒塌的大洞 并不见有什么干尸之类的怪物出来 甚至连异常的声响都没有 这里可太邪了 老王安排了李延手 在倒塌的洞口旁 算起来 我们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找到藏毒的地点 抓住莫特 只要安全地把这些人带出去 就打工告成万事大吉 老王走到莫特的身边 还有出去的路吗 莫特低头犹豫了一下 有 在里面还有条路 老王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被莫特下面这句话掖住 因为莫特手指的 是墙壁倒塌的暗示方向 你来带路 我不进去 要不你就在这直接打死我 从里进去人贵我戏干了 把你命口 命口的我 最后还带出几句 我们谁也听不懂的缅甸话 就这 还打毒枭 看着他已经湿透的裤裆 我心中一阵笔 你可真是够给你们毒枭丢人呢 不论老王怎么连红带片 也可以说连打带骂 莫特咬紧了牙关 死活就不进去 他手下的马仔也哭丧着脸 跟老大一条心 要死就干脆死在这儿 自打刚才胖子 讲述了暗示里的遭遇之后 我心里有了个奇怪的念 之前听向导老林说过 瀑布死人坛是当地苗人的禁地 怎么会有苗人知道瀑布后面的秘密 还无常把它贡献给了莫特呢 这里边阴谋的味道是越来越浓了 老王正拉着刘京生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宋二愣子他们 除了摊住莫特和几个马仔 就是时不时的挑几眼暗示的洞口 我看没什么人注意 走到了莫特身前蹲下 递给他一根军威 这是我从老王那儿要的 你救的那个苗人叫什么名字 灵火 姓林 我感觉开始靠近真相 他长什么样 莫特描绘的那个苗人的像 在我脑中越来越清晰 几个小时前我还见过他 而且我还给了他半盒军威 你认识他 我就听身后忽然有人说了句话 这给我吓了一跳 回头的时候 一张大胖脸正对着我 你认识那个苗人 胖子说话听起来很没有礼貌 让我多少有点不舒服 不认识 真够刻意的啊 你们基督处很大吗 再大也管不着部队吧 说完这句话 我马上就走到老王身边 王队 我们好像被人算计了 我把向导老林的事 说给老王听 老王听得直抖眉头 你的意思是 这是老林部的局 这个姓林的到底想干什么呀 老王这人就有个好处 想不通的事情他就不去想 费那个神干嘛呀 他摘下头盔 挠了几下 他那稻草一样的头发 是不是老林干的 出去以后再说 他这话音刚落 那胖子已经走过来了 这位队长 你俩打什么哑谜啊 什么老林啊 什么苗人啊 不管怎么说 这胖子都算是自己人 除了长相猥琐一点 说话夸张一点之外 也找不出别的什么毛病 老王也没打算瞒他 把老林的事说了一遍 胖子听得那个眼睛啊 都眯成了一条线 这奶奶的 咱们啊 八成是着了姓林的大伙 他让莫特进来 他就没安好心 老林的事出去再说 他跑不了 现在重要的事 我们怎么出去 进去探探路吧 警生 蠢雷 辣子 你们仨跟我进暗室里探路 剩下的人 待在原地 看管好犯人 老王说完 似笑非笑地看着胖子 一起进去吧 胖子的脸色已经下白了 我不去 你说把大天了 我都不见见 会有病啊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再回去送死 你进去过暗室 了解里面的情况 我们需要你的协助 如果你不进去的话 老王向莫特他们一扬下的 你还指望他们谁能进去 看着惊魂未定的莫特和那些马仔 胖子开始犹豫了 那我呢 就跟一边煽风点火 暗室里边的干尸 很可能是老林派人假装的 他是在扑莫莫特藏在这儿的毒品 你想想他 一吨多的白鸣 就算把好莱坞的顶级特效团队 找来布个局 那都是毛毛鱼 其实最后这句话 我自己都不信 无缘无故 重新开了天眼 在大殿里 突然有了被人盯上的感觉 要说没有那种东西 打死我都不信 只是为了快点从这个鬼地方出去 逼得我开始胡说八道 胖子的心眼就开始活泛 眨巴眨巴他那小绿豆眼睛 撕了两酒之后 他说出了一个条件 我 我最后一个进去 行 没问题 老王是一口答应 把刚才收缴的莫特的那把 伯莱塔手枪 就递给了胖子 用这个 没问题吧 凑合着用 胖子推出弹侠检查了一遍 觉得这心理 还是不太有底 不能给我一把自动步枪吗 我不要你们手上的那个 我要AK47就行 你在最后 用不着冲锋枪 有把手枪撞哪儿就足够了 老王是不知道这胖子的身前 这要真是给了他一把AK47 一旦发生了突发情况 就算没被暗室里边的东西伤着 要再被这胖子吐吐了 那可就忒圆了 胖子倒是也没有强求 老王最后向莫特询问了暗室里通道的准确位置 我们四人以战术队形向暗室倒塌的洞口慢慢走去 胖子这家伙离我们老远 这货做好了准备 情形不对立马就回头 我们四人隐蔽在倒塌洞口的两侧 可以隐约看见里边有莫特留下的火把 火苗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更显得里边阴森恐怖 只可惜火把的光亮 不足以让我们看清室内的全貌 老王向刘京生做了个手势 刘京生点了点头 回首在军用背包里掏出一个战术手电 对着洞口就扔了自己 扔着一下有讲究 老刘使了暗劲 这手电在空中不停地打转 在手电扔进室内的同时 我们四人从不同的位置冲了几句 顺着手电旋转的光亮看去 直至手电落地 也没看见胖子和莫特口中说的什么干尸 只是在地上发现了四个马仔的尸体 和堆在地上成乡成乡的毒品 胖子在外边没听见什么动静 壮胆地把头伸了进 确定安全之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进来 那几个怪物呢 小个屁的怪物 地方就这么大 要是怪物 他们还能飞了 宋二愣子那是个坚决的无神论者 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封建迷信的机会 宋春雷你少说几句 先找出口 出去了再说 老王说完 带头走到角落里 按照莫特教的方法 打开了暗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